冯女士拿出了6月27号的这张 安石达上门服务工单 上面著名更换基金版 冯女士说花400元更换基金版后 到了7月6号这天 又发现电视机开不了机了 冯女士的意思是 她希望创为厂家 能把这台电视机折旧回收 安石达的朱经理介绍 创为电视机整机保修一年 主要配件也就是屏幕保修三年 冯女士这台电视机已经使用快两年了 基金版不属于主要配件 过保后得自行承担修理费用 他们可以再次上门维修 并且不再收费 但对冯女士要求厂家 折旧回收这台电视机的诉求 朱经理拒绝了 发票显示 这台创为电视机 是在苏宁易购杭州 新唐路店购买的 记者又陪冯女士赶过来协商 如果说是出现质量问题 我让三包固定下来一个 然后创为出几个指引单 出来以后 能不能任何下面 能不能任何我们作为事务地方 可以除了准备什么问题 该退伴后 不要坏坏 怎么都是你的 都是你的一个权利 作为他厂家自身去判断 他的产品 有没有资料问题 这个又当运动员 又当裁判员 不妥呀 我知道不妥 但是因为 包括我们这个销售方这一块 我们也没做到这种技术 对不对 苏宁易购新唐路店的 周店长表示 得创为厂家的售后 出具质检报告 确定这台创为电视机 存在质量问题 才可以根据三包法 进行退换货处理 他们会尽力帮消费者 跟创为方面进行协商 有了 宏剑技术报道